以下节目是由常春藤指导特约播映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商界总横 我是Mina李视频 那在这一节的商界总横呢 我们将与大家探讨SAT ACT 与英文学习以及大学申请的三者的关系在哪里呢 那我们很荣幸的再一次邀请到常春藤指导创办人 江与英教授来到节目当中 那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江教授 江教授是美国大学董事会SAT作文乐卷官 SAT ACT专家 十多年研究SAT ACT考题规律 总结了SAT和ACT的奇异突出法 辅导的学生满分多高分多提高分数的多 他设计了常春藤阅读 常春藤词汇 常春藤语法 常春藤写作等一系列方法 帮助学生全面提高英语能力 以增加名校的录取几率 江教授您好 您好 Mina好 还有观众们好 那很多家长呢 就是在问一个问题 那当然了 最近呢 因为这个新冠疫情 就是这个SAT ACT的考试呢 就是暂停 但是早晚也会恢复嘛 那很多家长就会问 怎么样能得到高分呢 对 我先说一下这个暂停恢复 很简单说一句 就说呢 就是3月5月6月 全部都取消了 但是呢 这个大学董事会呢 最近宣布呢 就是准备增加到秋季 多开几个 如果是疫情 当然好了的话 那么就是疫情走了的话 那么就会 8 9 10 11 12 全部有 所以呢 他还是希望补上 当然科学博也希望赚这个 老师和学生的钱吧 我们就这样说 那么这个主要的问题 您刚才问 就怎么样来提高呢 因为我们华人的这个孩子 一般来说 做数学部分 没有问题 那么数学要做好 就是千万要小心 就是一定要这个 仔细啊 不要有出之大业的错误 那么所以我们主要做的是英文 这个英文里面有分三个部分 一个是阅读 阅读呢 真的说起来 应该从小就开始阅读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我们四年就会开这个 语言SAT 就小学四年级就开始了 小学四年级 那么首先是阅读 第二呢就是各种语法题目 这个呢在SAT里面叫做 Writing and Language 那这个呢语法 语法题目呢也是呢 本地长大的学生 他反而不去研究语法 所以他往往有这个语法呢 讲不出道理这个 但是你选择就很难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SAT 也就是直接要写一篇文章 所以这三个部分很难 但这三个部分呢 一定要花大量的时间 很早就开始注意 所以我说这个呢 不是说马上要上SAT的人 是在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 现在就要争取把英语做好 所以就是从小培养了 那您刚刚提到了 就是说未来几个月呢 可能会有很多SAT ACT的考试了 那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那怎么准备呢 应该呢如果说SAT的话呢 我们呢在这个六月 就是这个月开始呢 我们就推出大量的 这个SAT的这个班 我们有四个班 还有ACT也有 ACT根据情况也有两个班 那么就是抓紧这个时间来上我们的课 真的是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课里面 抓死了这个SAT的区分点 它考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讲它这个方法技巧 然后呢 现在我们又累积了 至少十五套 这个考古题吧 所谓的就真题 那么就是让它做大量的真题 大量的这个技巧上的训练 我讲的就包括 其实我们也包括了数学 但是我们更大的重点 是放在阅读和这个语法 还有就是写的那篇作文 那说起阅读了 那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呢 因为很多时候 小孩子一听到要读书就觉得烦 这个呢就是 其实你要早一点参加我们的课 我们可能 我们的老师 可能能把它们激发出来 你想 我们小时候读大学 还是上海文化革命 还是什么 我所以有时候跟学生说 现在有疫情 你这个学校停止了 正是你抓紧时间学习的时候 正是你往前跑 别人不做 我偏要做 正是这个时候 那么呢这样 就是说呢 来参加我们的课 你来试一下 我顺便说一下 我们所有的课 现在全部呢 是online 全部online zoom的课程 全部会在夏天的课 也全部是zoom 然后到秋季 我们希望能够恢复了 当然 但实在不行 也还是zoom 所以没有影响的 就是这个学生 zoom我们这个互动也非常多 那么呢 我们有这个 怎么样激发兴趣的最先来 来比如说听我们的这个阅读课 我们现在比如说有这个critical reading的课也有 那么当然还有这个经典文学啊 经典阅读啊 诗歌啊 散文啊 这个呢 能够 应该能够提高学生的 对 就是说对这个人类的理解 那么同时也潜移默化的 把这个sat做好了 那说起你们这个就是阅读了 你们暑期会读一些哪些的经典书籍呢 我们暑期呢 我自己呢 是非常重视的阅读啊 我呢 精选了三本很重要的书 除了还有诗歌啊 散文啊 并且还有部分sat练习 还有写作等等 那么第一本呢 叫做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一本呢 应该是美国当代小说 50年代的小说 上世纪50年代小说 这一本书啊 我要说起来 我那个时候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几乎一年的时间 把这本书放在我枕头底下 每天晚上 哎呀 不读一下就不舒服似的 然后呢 等于变成我的座右名士的一本书 这个是第一本 我们要读这个 叫麦田里的守望者 第二本呢 我们读大家 比较快智人口的一本 狄根斯的 19世纪英国作家 叫查理斯狄根斯 他有一本书叫 《目督孤儿》 那么呢 第三本呢 我们 第三本书呢 我们准备读 美国的马克兔翁的小说 叫做呢 叫做 《哈克利贤记》 就是《哈克利贤记》 这也是一本极为重要的小说 这个 那说起你们听说好像除了阅读 你们也会开那个计算机 也就是电脑课程 没错 我们这个呢 应该说是我们以前也开过 但是今年我们有一个 卡尼根·麦伦的教授呢 他会到我 也是上网课了 他会跟我们合作 开这个电脑方的课程 对 那在节目之前 麻烦您讲一下 你们的联络方式 就直接跟我们办公室打电话 我们办公室还是有人值班的 在疫情过程也是 是408-982-3425 408-982-3425 所以现在就你们已经在接受这个报名了 是吗 有的马上开始了 OK 好 谢谢江教授 那如果大家要报名的话呢 就记得尽快报名 因为现在的课程呢 都是网上的Zoom课程 所以很容易在家里呢 就可以上了 那我们现在呢 进入一段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